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作为中国经典的古代启蒙读物 声率启蒙在浅显的文字当中 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可以说一字万言 和谐相声 我是经典传唱人赵爪 我把生意启能唱给你听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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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e 音乐 稻 音乐 音乐 ska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对三多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多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多 谢谢 尤其是前面几句感觉像在连说带唱的感觉 对这个其实就是模仿着想象着古人的语气在写的这首歌 我想他们在读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一个心态或者是他们是一个什么语气 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创作者也是写歌也唱歌 我深深地知道中文歌的异扬顿挫和它的运有多么重要 我只是想把这么美好的东西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抛砖引玉做出来这样一首歌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文字的美好能写出更多的更好的东西 我听说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也受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启发 对我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老教授 然后他我被打动了 是那段上课的视频吗 对对对 特别火爆在网上 我们可以在现场通过大屏幕来回放一下当时这段让很多人都震惊的老教授讲课的视频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一行伯入上春天 这个古王队一股归队一三五 他也不要接行计较 但是不是任何地方 那么这个资深队的资深队它第一个字 这是可以原谅 中国的真在的宝贵的文化 我们一定要全身下去 堂之万岁 宗之万岁 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的极广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这样一些官方媒体的微博也进行了转发 一时间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而这位老教授也迅速地因为这段讲课的视频成了网红 掌声有请潘鼎坤教授 潘老师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 欢迎您 潘老师 谢谢 谢谢 潘老师今年93岁高龄 来之前我们还在计划说 等潘老师上了舞台之后 我们给潘老师准备一把椅子 但各位知道潘老师说什么 我们当老师的什么时候坐着讲过课 93岁一定要站着 为人师表 给大家再正式介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退休教授潘鼎坤教授 大家好 潘老师刚才看了您这段视频 大家都觉得您一定是教中文的 或者是教历史 教古典文学 我是教数学扣称的 数学 教数学跟诗词是怎么连在一块的 原因就是我的万祖父是一个秀才 经常就是教我一些古文 看书看累了 背不下去了 他说书生 书真生 书生 书真生 对 头一个生是门生 后面一个生是个 是生书的意思 然后让您来对 您怎么对呢 我说父老 父未老 父老 父未老 我在我旁边的父亲是五十六岁 但是他还没有老 拿自己的爸爸说是 你对起来了 他就高高兴兴地 让你对我而交叉 对不起来就从小让你对 对别人 就这样 所以从小就有这样的耳濡目染 那您觉得文学 尤其中国的古典文学 和数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我念书是在复旦大学念的 我在复旦大学 那个宇文老师是一个很怪的人 起码稿子 他出了个题目 叫论数学与诗的关系 论数学与诗的关系 宇文老师出的题目 这个题目让我思考一辈子 以后经常看书 就经常就注意 这数学跟诗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就您觉得数学和诗有关系吗 是有关系 数学跟诗啊 在我看来是一个双胞胎 数学是这样的这种语言 就是这个令我们数学与年 表达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诗歌 那么诗呢 是表达我们人的一个内心世界的一种诗歌 厉害 所以读学也好 诗也好 一个是表达客观世界的规律 一个是表达内心世界的感受 这是 厉害 厉害 潘老 您印象中 就让您最赞叹的对联 是哪一个 龙游沥水云和月 这个的你上年啊 是我念中学的时候 浙家日报处的公开征求 中学的时候报纸上的一个征集 征集对联 但是呢 对出来都不理想 都不理想 您说说您现在的思考 现在我这个你看 虎孝泰山 虎孝泰山 日照阳 虎孝五是地名 也是地名 碳山就是平安的山 这边是绿水 是美丽的水 你看 老虎 水 碳山 然后跳 太阳 整个太平洋 也有点气势 厉害 您想想 这个上联浙江日报出的时候 您还在读中学 那应该是将近八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我们可以告诉浙江日报八十年后夏联出来了 康老师今天给您出个题 您能现场给我们做一副跟经典永流传有关的对联吗 我得站起来说 因为老先生九十多岁了 我得站起来说 我想想啊 让我想想 别急让我想想 康老师真的在现场创作 这个对对联真的是厉害 而且他也要确定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对上 对 因为时间比较紧 所以可能不是特别的公吻和对账 但是因为要硬着小萨的这个主题经典永流传 大家就听听看吧 上联是周秦汉唐 泱泱中华情长矣 这个下联是曲腹诗文 历历经典与更新 就这个上联说的是周秦汉唐 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几个伟大的朝代 而且是大一统的王朝 所以叫泱泱中华 那么对这些盛世的大一统的王朝 我们常常会回忆起他们 也正是在这些伟大的王朝的时期 有曲腹诗文 有经典的诗 经典的文 经典的这个像元曲 像这个汉代的大副 那么历历可数的这些经典 我们今天重新地传唱他们 这叫经典永流传 所以叫语更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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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感谢唐老师 也再次掌声感谢潘老 今天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一位 教数学的老教授 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学 一生的这种挚爱 再次掌声感谢潘老 祝您健康长寿 谢谢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 留给四位建赏团的成员 进入建赏时刻 今天你做到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就是这些东西 我用简单的旋律唱出来 然后也能够让它 让小孩子朗朗上口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很多音乐人 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对 这个伟大的作品 固然能够显示出你的功力 可是如果能够让小孩子 在这些音乐上 获得了一些 不管是音乐的知识 或者是文字的知识 我觉得更是功德无量 对对 其实就是 我也把自己当成小孩 因为在这些中国的文字面前 我觉得确实有挖掘不尽的 一些新的东西 呈现在我面前 就像刚才 那个《生力启蒙》 那个节选的那个 其实短短的几十个字里 里头已经有四五个典故故事 三尺剑 刘邦 窄白蛇 六军功 这个成吉思汉 然后软图穷 软吉 就短短的这些字里头 它能包含这么多的信息和内容 而且还有画面感 还有韵律感 就是我觉得特别神奇 所以我觉得就尽可能地 用剪法去表现这首歌 对 你的作品当中 也是用对称的方式 用朗读的音乐表达 把你这个声率启蒙 能做得非常朗朗上口 而又有艺术性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称赞的 我也是个创作者 那么我希望 我们经常能够有这样的交流 能欢喜我们更多的人 在创作类似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如何用传统文化 现代技巧和当代的交流方式 而使我们的作品能够达到一个新 能够达到一个高 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文化传承的 这样一个意义 声率启蒙这本书 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像杜甫的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像路由的山崇水富一乌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里边无一不有 天地人的相互的对应 均衡 古人说 理之用何为贵 所以天地人和和谐共生 和谐共存 和谐共美 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秉持这种观念和理念 我们的生活就会更美 我们的未来也就会更美 谢谢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承人 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书籍 包含着中国仙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 他们像一盏盏领航灯 为更多人指引方向 启蒂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去探索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言对格 一对同 我是经典传唱人赵找 请打开微信摇一摇 我爸生日启蒙唱给你听 一颗心